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社会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中阳教授 为我们大家做讲解 有请中阳教授 这是一个非常的时期 感谢大家牺牲捕会的休息时间 来参加这样一个非常的活动 如照样式所言 回顾是必须的 无论对于国家 对于家庭 对于个人 今天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90年前发生的大流感吧 我用的标题就是这一本书的标题 我觉得没有什么比他再贴切的 大流感 最致命唯一的史诗 他是一场唯一 先来提一下金利教授 当时金利教授在美国 星星那体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担任教授 他2004年决定回来应聘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院长教授 在中美航班这个飞机上 他就一直在读这本书 底下我们看见这个大流感是他的英文 这个在左边都是他的英文的原版的书 金利教授这是一种 这是当时当然可以说他是一种敏感 或者觉得这样的问题很重要 但是在这本书 我们的意后集中也有一个噱头 就是据说是美国总统 当时的总统去度假的时候 带了两本书 成为了这是当时很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一个这书就马上就更加畅销了 本来是畅销书 另外一个呢 布斯总统原来是不太爱读书的 尤其是度假去读书 就显得这个书就更重要了 这个宝贵的度假时间 他带了两本什么书呢 金利教授告诉我的 一个是这个大流感 另外一个就旁边叫岩史 有关岩的历史 看起来我们觉得总统这个时候 度假应该多读一些政治的 经济的至少要读一点政治或者经济的书 可是他就拿了这两本书 其实后来的对这个 当时美国总统对这样的情况的了解 实际上是 美国在当时处在一个比较鼎盛的时期 而且他的经济军事各方面非常的发达 可是总统觉得至少有两件事 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第一件事就是大流感 如果流感来了以后 像美国这样的国力 以及他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状态 都不能抵御 这是他感到非常吃惊的 第二件这个言识可能大家还不是很了解 因为当时美国正在这个伊拉克 就是伊拉克的战争中 在思考这个问题 伊拉克的战争的本质 我们现在知道是石油 那么也许一百年以后 我们的后代会很好笑 说当时的人怎么会为石油打得不可开交呢 其实一百多年前 我们就为盐打得不可开交 那个时候要是谁控制了一个国家 控制了盐 他就基本上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名门 所以读历史啊 就这个这两本都是一个历史的书 以史为鉴 实际上是当时总统唯一的选择 金利教授现在担任复旦大学的副校长 也担任中科院马浦计算生物所的所长 大家也看见了马浦计算生物所 他们用计算生物学的方法 也进行了这一次流感的这个数据的分析 从我个人当时的思考 金利教授建议我翻译这本书的时候 我是有点犹豫的 第一 这本书在美国卖的时候 大流感它是作为历史的书在卖 历史类的书籍 所以我不是历史学教授 我算一半的计算机 一半的生物学的教授 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这里面当我初初的翻译下 发现涉及了大量的 远远不是一个像赵国平 远远是刚才讲的那么清晰的 一个科学问题和医学问题 它里面包含了大量的这个社会问题 而这里我顺便提一句 感谢我们的翻译者赵家元 孔学院 他在这本书里面花了大量的时间 来给大家做了一个中文的辅助 实际上就是为了让我们的 其他行业的这个 就是不是做历史学的 同时能对美国当时的一些情况而进行了解 我特别当时想翻译这个 颜的这个历史这个书 因为我对当时的人员有一点兴趣 所以有一点兴趣 当然最后在金利教授这个 的根处下 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 翻译了这样一本书 这是一个这个书的作者 很神奇 他得过历史学的source 这个John Barry 当过记者 也弄了很长时间的中小教练 可能是这个 而且为了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去Dunan University 就是美国的路易斯安娜州的新二阳市 他去做了生物环境中心做访问学者 这个坦坦他这个历史 就是一个人怎么能写出这样的 这么厚的内容 而且这么广泛的这个内容 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其实呢 在他之前 去写这本书之前 他已经获得了 美国的历史学会的杰书历史著作奖 叫巴克曼奖 这本书我不知道有没有英文版 书名叫曹启 1927年密西西比洪水 及其对美国的影响 看来这位这个作家 一个一个一个作家 他读过历史学的source 有这样一个作家 他肯定是一个对社会 对环境问题和重大的历史事件 进行思考的这样一位 杰出的人才 也比较神秘 在我们翻译的过程中 女士希望跟他取得联系 都得不到他的忠意 当然这张照片显示 这个人确实是存在的 是真实存在的 这一次终于在昨天 他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 也是源于英文版的大榴弹 这个他获得了 也就获得了国际的承认 同时呢 也开始为美国政府来 思考这样的事 当然在这个之前 由于大家找不到他 所以很多的记者媒体就找到了我 我们来翻译这本书 所以也谢谢他的努力 大榴弹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在大榴弹的这个书上 作为一个历史学的 作为一个历史学的工作者 还不像我们现在太崇尚 在复旦大学 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多的历史学博士 他们都说自己不是历史学家 还有很多历史学的教授 可是我们缺这样的书 为什么道理呢 我们研究历史 人们在书写着战争 写着战争的历史 描绘着大都沙 这是特殊战争的历史 描绘着技术者 人和人之间的冲突 但是显然 他们都忘记了 自然强加给人们的恐惧 在这些恐惧的面前 人类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 在翻译过程中 我还有一点体会就是 我甚至觉得 我们把它一层流感 这是约定俗成的 都大大的 低估了 它的威力 因为听起来 有那么一点像流行性感冒的味道 而我们中国人是最不怕感冒的 所以 有那么一点点的味道 但是从来赵老师刚才的这个演讲 大家已经清楚地知道 它跟我们普通的感冒 有很大很大的区别 1918年是个特定的日子 我们小时候都看过 列宁在1918 直到那样一个特定的一个历史时期 一战快要结束了 战争在当时 已经很多有识之识认为 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了 但是人类 所要面对的 却是更为严峻的战争 和我们人类对视的另一方 叫做自然 派途的部队叫流感 最新的研究表明 刚才这个报告里面也有 最新的研究表明 通过病毒的序列的比对发现 甲型H1N1的流感 与1918的大流感病毒是相似的 但是存在着重排 赵老师的报告里面 已经提到了流感的纪念 这里可以把几个重要的这个时期 我们可以看看 1918的流感叫西班牙流感 这个地名 1957年的H1N2 是亚洲的流感 这里我想用 红笔特别指数的是 1976年 在美国爆发过株流感 它是叫株流感 H1N1 所以这一次的 后面的检测 我们将发现 这两次流感之间 是有密切的联系的 那么到了2004年 在越南有轻流感 2004年的时候 泰国也爆发过轻流感 同时也我们表明了 它是怎么从家庭到猪到人 1918的流感 八流感到底起源于何处 八流感这本书 给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底 多少年来 将近 几一百年来吧 也九十年来 已经超过九十年了 大家都认为流感是中国来的 这可能跟我们中国的当时的社会状况 以及特别是 他们对中国的这个 我们的生存状况 以及人和家族之间的这些 密切的联系等等 各个方面 进行了这个分析 那么现在西方还有一部分人 有这么一个观点 但是这本书上明确的指数 不是来自于中国 那么由于是战争的期间 由于是战争 所以有人认为是 驻法的英军盈利 这本书里面也否定了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这样追溯源头 他查阅了大量的数据 更不是西班牙 这个名字非常的糟糕 叫西班牙这个流感 当然隐喻叫西班牙女郎 那么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是在当时的战争期间 大家都认为 公布流感这个事实 很可能打击自己的士气 掌敌人的威风 所以所有的参战国 都不愿意承认 有流感的发生 唯独中立国 西班牙 不断地用通过公共的媒体报纸 来报答有流感的出身 最后大家把矛头一字指向他 说是西班牙流感 尽管我们今天也用了这个名字 但是真的跟西班牙 没有那样的关系 这本书最后告诉我们 是美国一个叫 赫斯科尔的 Kansas州的一个县城 为什么这么讲呢 不仅是历史学家 大量的翻阅了资料 并且追根所缘的 来找到他的起源的地 更重要的是 在若干年前 美国科学家 和其他国家科学家 合作 终于找到了 1918大流感 留下来的尸体 为什么这个尸体 是埋在阿拉斯加 在当时那么寒冷的情况下 在冰 一死了以后 马上在那个目的 马上被冰雪附带 在这样的地方 这个尸体 我现在比其他的地方的这个尸体 都留的保存的要好 通过对这个尸体的基因组分析 对基因的分析 发现和以后留下来的一些 病情的一些报告 从病理学报告到基因组的分析 来估算病毒的进化数率 来通过时间速度来计算 最后跟美国的这个文献上 是完全吻合的 因此现在没有 从这本书以后我们没有疑问 1918的大辽感 是来自于美国 叫一个 克斯克尔的镇 实际上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兵营 1918年恰同 一次世界大战 在收拾残局之际 所有的 国家 参战的国家 都在为最后的胜利 调兵遣将 这样一个冰源流动的 一个中转战 冰源的流动 使得大辽感的盗和索飞 真正的点源 随着士兵的登陆 参战国的士兵的登陆 短短几个月就从美国 传遍了欧洲的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等等 还有一个途径是从港口 当时这个人 那个时候 我参战的是没有用飞机 来运送冰源的 他们是从 途径是从港口 传到了印度 远甸 中国等等 最终 使病毒成了席转全球的瘟疫 这是当时的这个 重会的当时的这个 传播的这个路线图 当然我们说了 我们找到了这个根源以后 这个图就比较好画出来了 到底有多少人 死于1918的大流感 1927年 根据第一次回顾 大流感的时候的正式统计 是21000人 2100万人 1940年的时候 有一位科学家估计 大约那个数字被大大的低估了 认为可能是5000万 但是还认为最高的估计 也许会上亿 原因是什么道理呢 原因是很多国家不报 还有有些国家 由于他的医疗水平 他不知道不能明确确诊 这个东西就是大流感 也没有像今天 我们今天不仅能够确诊 而且把一次的病例都能找到 所以到了2000年 再度还是不完全的估计 已经上升到5000万人 5000万在当时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数字 可能仍然是这个冰山一角 靠右边的这个图 只是记录了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当时就要征用这么多人 干什么来挖坟墓 几乎大城市里面 所有的棺材都没有了 后来到后来小孩 这个死的时候 都是用这个购物袋子 这种盒子 那么装了就这么 就这么拿出去买了 所以在整个大流感里面 都描述了这样的情景 早在大流感开始 并持续52个星期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全部阵亡人数 还不及这个流感的死亡人数 全世界打了那么大一场战争 死的人数 估计52个星期内流感死的人数 大流感一共24个星期内 它的流行就是24周 6个月 这24个星期内 夺去的生命 比艾滋病24年来 夺去的人都多 而一年内造成的死亡人数 就足以与黑死病 整个延面了一个世纪的 黑死病死的人是一样多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景象 现在我们的科学家 还要做一种研究 我们也不是完全的回顾性 我们可以做一点 潜在性的研究 可以相当于叫 杀盘推演 我们来预测一下 如果下一场 瘟疫发生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WHO认真地研究过 一个肺炎型 属于的生物恐怖袭击 这是在一个地方 可以推算的 如果发生了生物恐怖袭击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大家会都感到非常可怕 可是预测的结果 这个结果 以及一小部分的 这个实际数据的验证 把人口的因素 加以调整 因为人口现在非常多了 摔出来 发现 即使是最严重的 生物恐怖袭击 也不过于 1918年流感失落的 废城的情况相似而已 所以可见当时的情况下 我们知道的 这个大流感 这个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时间 这里本来是一个 一个动画 那么表明这个流感是沿着这个时间 在推移 在推移 当时1918的时候已经做过一些预测 已经做过一些流行病的一些研究 那么这是整个 关于流感的扣散和死亡率的图形 我们首先要问这样的问题 作为历史学 它当然不光是要记录 还要问一些问题 1918的大流感 为什么能够在全球这样快的扣散开来 首先 我们知道病毒的本身 从赵老师的报告 大家已经看到了 特别是RNA病毒的变异非常的快 变异非常的快 而且这个病毒这个大流感 告诉我们 一些什么 为什么在全球它这么厉害呢 它会卷土重来 在整个这本书里面描述 它一波接着一波 第一波人病了以后 好像这一堆就算好了 下一波又来了 下一波来了以后 第一波的人 由于这个过程中也许发生了重来 第一波的人还没有产生这个免疫力 所以还要死人 这样一波加一波的 这个一波一波的话 我们就知道它的危害实际上是叠加了 非常的厉害 战争导致了全球的人员流动 医疗方法是十分的匮乏 再加上医护设备紧缺 就那么少的当时的医疗条件的医护的紧缺 还要被部队去征用 所以政治家当时的考虑是 这个流感首先有一个士气的问题 有一个这个参战国 参战国之间互相的这个股士气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在民间使用大量的医疗设备的话 对战争也是不利的 所以这是当时一个特殊的情况 也没有对疫苗和迅速的医学上的应对的措施 刚才赵老师讲的那些医疗就是干预治疗 以及那些都没有 这也不怪当时的这个政府 为什么呢 作为我们今天的行动指南的病毒学 是1926年才提出来的 当时是1918 所以还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学 最后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 政府的相关部门出于种种考虑 出于国家的利益 出于本城市的利益 也许有流感以后大家就不来旅游了 我觉得在当时SARS的时候 这可是一个非常强硬的理由啊 还有一个县 也要考虑自己的形象 等等 他们都忙而不报 由于不报 这件事实际上是非常可怕 像我们现在已经报了以后 反而事情大家都能够很明白的 能够能够监控和控制 在当时那么有限的情况下 还犯了一些 走了一些曲曲折折的这个弯路 原因是不知道这个大流感是怎么来的 它的病原体到底是什么 它是怎么在跨物种之间传播 因为是从这个群内 这个出来的 然后最后传播到人 而且当时不知道它是不是病毒 到底是病毒还是细菌 这里有很多的做法 比方说抗生素 我们知道是对付细菌的有效武器 但对付病毒这就不行了 主要原因是当时德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细菌学家 叫Fave 他认为是细菌 这就导致了很长时间的大家就治疗上走了弯路 纽约市的卫生局的Park博士 发现了他 发现了病毒 但是既然那么大的科学家都说他是细菌 那我也就不说了吧 所以呢 他也就不敢确认 一直不敢确认 即使在这本书里面 为了最后送了命的 为他献出了自己生命的科学家 Lewis 也是非常这个在大流感里面做出这个做出重大贡献的 他也认为是一种绿过性的维生物 这个离病毒已经很近了 可是又是考虑到既然大专家都说了他是细菌嘛 所以最后也放弃了 这是当时的一些情景 这些照片 当然我们经历到了SARS以后呢 我们看起来就没有像以前最早的时候 我们留下的这些记录看起来就更加的震撼了 但是即使如此 今天来回复的时候 觉得这个大流感的当时的厉害 在右边的时候我们看出来 这就是公共的场所都拿来征用了 比方说学校 饭厅也就不卖饭了 学校也就不上学了 电影院 戏院 可能就把这拆了 然后全部都作为病房了 这是军营 美国军营的情况 完全没有隔离 没有办法隔离 人就这样一波一波的在这个床上 这个当时的流感来了以后 就是这个样子 这里顺便提一句 把流感给大家留下了个身 留下的阴影的有一部分 很重的阴影 就是使得大多数是青壮年 有人在谈这种病毒的时候 在谈说 我平时是不是锻炼好身体 或者我看起来比其他人健壮一点 就好一点 其实SARS也有这类似的情况 如果一个社会的青壮年 在这个疾病面前不能幸免的话 我想对这个社会的打击 软软大于 对所有的人群 后来知道隔离了 但是条件也就这个样 来一块布 这么隔一隔 就算是隔离了 所以当时所有的这个流感的情况 就这个 即使在医院里面无非 也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能控制这样的 大流感的病呢 这是当时的对大流感的一些 广告啊 以及一些宣传品 那大家就说要寄希望于医学吧 这是大流感这本书里面 告诉我们一些事实 当时的美国医学是一塌糊涂 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医学院 耶鲁大学医学院 在当年培养的都是不合格的医学生 所以这是我们后面要提到的 如果一个社会对医学不重视 不把自己优秀的青年送去学习医学 我们今天叫生物医学 所以当有疾病来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把医学的教育 这个能发挥它的作用 所以这张照片显示 当时的医生跟做巫术 其实差不多 做巫术也差不多 还有就是有的人家里很有钱 可能过很多的医生 但这些医生还是 有好几个医生还要商量 束手无策 那么有人就会讲 当时既然美国都不够发达 美国的医生都已 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了 美国的医生都已把 都已自己能够到德国留学 行医的时候要写块牌子 上面说我在德国留学 来显示自己的这个水平 这也促使有失之事 决定痛改美国的医学 1918年的大流感 到底造成了哪些影响 在这本书里面 写得非常的清楚 这里简单说一点题外的话 以威尔勋总统为例 当时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勋 在一次大战结束的巴黎和会 开会期间 揽上了流感 作为总统 当时的美国总统都得了流感 在这个期间 这个流感没有把威尔勋的姓名 他还是美国总统 但是得了后一阵 据这个历史学家考虑 得了这个流感的总统 当时的性情都变了 性情大变 开会之前 他还不太想惩罚德国人 这是一个巴黎和会嘛 名字叫巴黎和会 但是得了这个流感以后 他决定重成这个德国人 他的发言 性情也大变 有人历史学家认为啊 这一次巴黎和会 为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又埋下了阴影 为什么 因为你制裁德国 造成他国家的萧条 这就给后来的希特勒 上台等等 又埋下了阜 所以可见啊 这个流感 仅仅是一个简单的 我们说的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孤立的病 可是它能对社会政治 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当时的整个社会氛围 在这样的大流感面前 以及留下来的文学作品 这是我们都想看看 文学作品是当时时代的 一个缩影了 发现 那个时期的作品 只要是那个时期的作家 写出来的东西 充满了困惑 背叛 痛苦和虚无主义 经济也萧条 一些电影公司 当时的人有什么娱乐呢 看看电影 电影都基本上倒闭了 但是现在留给我们的 可能是一些 大外级的 像说不定的电影这些 可能留下了一些 但是其他的都 倒闭了 1918的大流感 给我们了很多意外的收获 一 病毒学的建立 在随后病毒学的建立 毫无疑问 跟这次大流感 是有直接的关系 弗兰明 1928年发现了 潘里希林 也就是 源于对流感 感菌的继续研究 当时虽然有 称之那个东西叫流感感菌 后来我们说 它是一个病毒 但是为什么当时 错误的以为 它是一个菌呢 实际上这个 这个菌啊 跟这个病毒也在一起 也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SARS讲的时候 主要是SARS冠状病毒 但是是不是有其他的 这个资源体验 以及其他的东西的话 这个现在也还在进行 这个研究 那么EFRI 如1943年 继续开展 流感相关的 肺炎的 囚菌的研究 研究来研究去 发现DNA 是染色体 及其基因的主要成分 这对它的研究来说 就像是一个副产品 但是开创了分子生物学 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 觉得 为了对付下一次流感的 在到来 我们必须全国要动起来 要改革我们的 医学科学研究的环境 一直在推动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也就是著名的NIH 最后 经过多年的努力 最后1928年 终于来了一场小游感 国会很快就批准了它 前面没有 人在没有这个 中间这个大流感 没有再来的时候 很难推动一件 研究 或者叫基础研究方面的事情 但是这个小流感 一来的时候 大家很怕是大流感 所以很快就批准了 它的提议 NIH目前成为了 世界上最大的 科研组织机构 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 提高了人类公共卫生 健康的水平 在这本书的后继 我觉得是写的 非常精彩的部分 它回答一个中心的问题 就是流感会不会 卷土重来 记住这是五年前的事情 说者说 肯定会 而且咨文终身滴答 但是不知道时间 只是感觉到 一分一秒在近 另外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通过对历史的分析 通过它走访 在这个过程中 走访了很多很多的科学家 把这些资料综合起来 对于未来来西病毒类型 进行了预测 他提出了 猪 哺乳动物 特别他认为 实际上 与其说是一个预测 我们研究读了一下 还不如说是一个警告 就是我们一定要警惕 哺乳动物 例如猪 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我在这里简单的列举一下 如果各位这个 读这本书的话 可能你会知道 有很多很多详细的内容 人们应该采取哪种程序 来收集证据 并且做出选择 一场危机 流感来了以后 是一场危机 它是否 或者如何的影响决策的过程 我们要需要有多少的数据 才算是真正的足够 因为我们知道 信息是很重要的 简而言之 你怎么又清楚 你怎么又知道 你知道了该知道的东西呢 我们应该从这些调查中 流感的调查中 得到什么教训 是否还会有新的流感疫情 如果有 它到底有多严重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准备 要做些什么 才令我们准备的更加充分 这是我刚才提到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副产品 就是大家觉得 相信科学不是一句空话 因为没有科学的时候 你怎么能去相信科学呢 因此美国决定重建自己的 医学科学 在就在大流展这个附近 美国的一批有识之士 对他们的当时的哈佛大学医学院 和耶鲁大学医学院 都不能培养出 合格的医学生来 感到非常的忧虑 最后 他们也学习了国外的先进经验 决定成立一所崭新的大学 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这是美国现代意义上的 最好的医学院 实际上是医学研究院 在大流展期间和其后 做出重大发明的 一个私人捐款的一个研究所 叫洛克菲的研究所 纽约的 最终成为了世界著名的医学大学 叫洛克菲的大学 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 美国的毫无疑问 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 是最大的这个机构 这对我国的医学教育的发展 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我经常要回答 在这个之前前后 这本书的前后 我经常要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 比方说为什么流感这么厉害 我们能不能去控制它 我们到底科学 我们相信的科学 到底有多么厉害 我们先回到这个流感本身 左边的图有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 这是比较通用的图了 不一定是这次的 不是这次的H1N1 但是右边这个图 看了张老师的报告以后 大家已经有点熟悉了 这个叫进化素 实际上是通过对序列进行的分析 来研究病毒流感的进化 这一点 可能很多的人 在这个没有引起足够的种植 科学在进化 人类在进化 流感也在进化 这一幅照片 这一幅图发表在2002年 作者经过仔细的研究 右边的树 发现所有的这些流感病毒株 是成一个阶梯性的前进 阶梯性的前进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的药物再厉害 一般来说一个树也可能分了好几个树 如果它有五个树 你消灭了四个树 当然你已经很厉害了 可是剩下的那个树就会爬楼梯一样的 自己往上爬 自己往上爬 这是病毒进化的一个基本的规律 因此 靠疫苗能不能来追赶上它的步伐 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挑战 但是我们这些年来 有很大的进步 这个刚才说了 这个回顾的研究很重要 有非常大的进步 我给大家带一些好的消息 这些好的消息就是 全世界自觉地开始对流感进行监控 在做流感监控的问题的时候 已经不是CDC本身的事了 也不是一个生物学家 或者说医学家单独的事了 它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成为了各界都要来努力的 这里的一位进化生物学家 本来不做流感的 但他觉得进化生物学 要为流感这个出现力 所以他就把进化生物学里面的一种方法 叫统计进化地理学 从这个名字里听起来就像是 又有地理学又有统计学 统统用上去 用上去以后 这个构建的这个进化术啊 已经能够表明 它的传播的进化的历史 病毒所在地 以及它的迁徙 病毒在迁徙过程中的变化 最有意思的是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家里面上电脑的时候 都会发现都会用Google 那Google也已经成了一个 任何人都能找 都能有的这个地理的一个工具 他把这个图啊 把流感的这个获得的这个病毒株 把它标到Google上面 然后就很清晰的得到了 很直观的了解到 这些病毒的迁徙的频率 当然要对不同的基因来做 比方说NA 比方说HA 对吧 我们说H1N1 这就是指的是两个方面的 两个这个基因的序列 那么最后把这个迁徙合在一起 终于能够发现 它的一些进化的 迁徙的一些规律 有了这个规律以后 再做一些计算的工作 这些计算包括计算生物学家 包括结构生物学家 来发现这个病毒 它还是有些缺陷的 这些缺陷我们能够用来 作为药物的把镖 我们来设计更有效的药物 来对付这些病毒 实际上这个一层一层的 当我们了解了它的根源以后 发现它的变异的规律以后 我们来设计这个药物 有人在讲说 对流感的关注 可能还是医学和科学的事 至少是科学上的事 你自己也可以做 这篇文章报道了 美国有两批大学生 他们的专业不是学生物学的 这两批大学生在做比赛 一个用的一个组的工具 用的是Google 还有一个组用的工具是Yahoo 然后他们通过这两个搜索的引擎 把全世界所有有关流感 在网上的数据 全部弄下来 来进行预测 得到了内却杂志的欣赏 认为这样的做法的话 实际上从图像上面看出来 流感的预测 相当的准确 这样的工作也吸引了一些专业的人士 这是今年2009年2月 发表在内协杂志的一篇文章 大家看这个作者已经完全不是 作者的这个单位 已经完全不是这个科学界的了 全部都是Google的 人员 这个Google是一个 是一个信息公司 IT公司 他们认为 其实我们要做的工作 很大程度上 是要对大流感这样的基因组 以及我们能知道的 这些信息 要进行回顾 回顾的过程 可能计算机能帮你很多忙 因此 他做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回顾性的一个礼盒 一直到2008年的数据 发现 借从Google上获得的数据 和CDC的数据 我们最后这个实际发併的这些数据 相当的稳和 我说度越来越高 就这一点 实际上各位可能不明白它的用意 在统计学上 如果我们能做很好的礼盒 你预测 就有希望了 所以我们今后再做预测 就不想有希望了 如果我们连礼盒都做不好的话 那我们的预测就无从谈起 昨天 大表在世界 最好的医学杂志之一 叫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论文 显示了 这一次强大的队伍 文章非常多的作者 他们都团结起来 几乎在美国的每一个州 都有人参加 来对这个流感的 这一次的H1N1进行分析 每个州对它的监控 表明 美国现在还有好几个州 没有一例病例 可是其他的红色表明 大部分的美国 已经席转美国了 所以我想我也完全同意 赵燕斯刚才的说法 可能要给它重新定名 叫定成北美流感 这样就像以前的这个定名一样的 要定流感 这幅图 他们的研究也表明 刚才讲过的八个片段 这一次的流感的八个片段 有六个来自于 美国自己的 这个珠流感 以前的这个珠流感 有两个来自欧洲 他们之间发生了这个混合 重排 重排这个词 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为洗排 我们经常要说的在通过这个洗排的过程中 这个 它又获得了新的进化的动力 这个新的进化动力 如果有一个环境在一起的话 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最后 在结束之前 我想 首先我感谢一下我们的翻译团队 今天在座的大部分 我们的翻译的人员都来了 尽管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 里面有赵教员老师 有刘恋同学 有王立博士 李作峰博士 赵小敏同学等等 有一批人在翻译的这本书 用了三年的时间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何慧菊老师 和王世平老师 没有他们的鼓励支持 我作为这个 我还有我自己的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 我是无论如何 是不会做出这样的工作来的 我把自己的体会写成两句话 在结束这个报告之前 第一个 我们要有很强的心理准备 那就是人类与流感 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军备竞赛 既然是军备竞赛 你不仅不能指望 科学家现在站出来 帮你一举消灭流感 乃至所有的病毒 这是对科学的奢望 科学没有 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似乎我还有点悲观 以后 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我还是一个悲观的看法 原因是军备竞赛的性质 可能决定了 这个两个之间 可能是不断的这个攀升 因此有人如果告诉我 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我当然相信我们应该健康的生活 正常的生活 而不要指望 我们现在能不能预先服了一个药以后 我就摆定不清 这个好像是不行的 同时更糟糕的是 在书上也讲到了这件事 药物本身有副作用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还有一件事情是 如果有人告诉我们 他现在研制出了六百倍 比现在的抗病毒更厉害的六百倍的药物 可能各位欢欣鼓舞 但是我心里很坦白 为什么 在不久的将来 抗六百倍的药的流感就会出现 军备竞赛就是这个性质 当你用手榴弹的时候 我是用手榴弹跟你战斗 但是立即用到了核武器 我非得有核武器 与流感共舞的时代已经到来 它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常态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我们不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消息 但是我们要从这里面不断地学习 我们也知道 美国通过这个流感以后 美国在它的 至少在医学科学上 一跃而成世界强国 算是从中国这边来的 流感这一次没有到我们这 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 因为它仅仅才是第一波 我们不能有任何放松松切的情绪 但是所有的这些 如其我们一方面希望科学家 科学家不会停止他们的脚步 他们一定会努力地工作 但是作为任何一个普通的人 如果我们知道了 病毒也在进化 我们和病毒在赛跑 同时可能我们要和流感共舞